索尼的FX811 日本又称为保障服 保障服一共有四款 一个是FX811 另一个是EX811 还有就是上一款FX808和EX808 相对来说EX的就属于是单放机 而FX属于是收放机收音加磁带播放 这两台是收放 相对来说EX808有一个不锈钢壳子 特别漂亮镜面壳 那一款是非常棒 它俩之间的区别就是 811跟808之间的区别就是造型 相对来说造型有一些改变 其次就是耳机插口 808是老款 老款的话属于是排插 线控也是排插 而811改进为 可以插普通耳机的3.5通用插口 线控也是液晶线控 可以快速调节音量的中低音 音色 其实线控现在来说用的比较少 但是有特殊机型的话 它是必须得配线控 不用线控的话 它是不可以调节音效的 而索尼这款808 811 它的FM是76到90赫兹 还有827.5到108 它都可以调节 然后AM是 是立体声的 好像是我记得是 它有杜比比降噪 EXDBB重低音 AVLS 音量保护 还有个AMS 这属于是一个 快速选取 这个机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应该是前后三手快速 现在不工作 等我们把它修的彻底工作以后 看一下 而这款811 在杜比降噪 关的情况下 它的频率可以达到 30到18,000赫兹 耳机在16欧 16欧米的耳机的时候 它可以输出4毫瓦 两个耳朵都可以4毫瓦 一节5号电池工作 如果用咱们原厂带的那些调性电池的话 我看一眼 那款调性电池 是 这个 NC-6WM 支持600毫安的 600毫安的 逆格电池 充满电以后 它可以工作 磁带可以工作5个小时 收音机的话 在7.5个小时左右吧 如果要用一节5号电池的话 它可以单独工作13个小时 收音机可以工作21个小时 当时的技术已经很牛了 全身 全身家 包括凸起物是21.5毫米厚 我们现在要把外壳打开 换里边的皮带 压带轮 首先检查压带轮 压带轮很干净 没有压痕 这个空白跳跃 播放模式 杜比比的开关 FM的立体声跟单声道的选择 可惜 后壳是塑料的 如果要是金属的就好了 它那款单放机是金属的 我们需要先把电池盒取下来 把这个卡子往上撬 就可以揪出 电池有漏液 需要清理一下 楼叶 慢慢的一下 烤开了 我们现在要清理一下 老化发粘的皮带 这个皮带是真的已经发粘了 811跟808总体来说 算是比较经典的一款机器 保障 电机不行吗 我们一会儿要换个电机 对 我没必要扣他的电机已经不行了 看一眼是电机的问题 是卡了东西了 电机的问题 好 我们需要把电机拆出来 我们需要把电机拆出来 不全拆 拆一半 只要翘起来 把电机取出来就可以 注意不要把排线弄断 后边是双面胶沾沾的 需要把它 拆起来 好 好 我们去 拿一个电机过来 好了 我们把这个电机安上去 我们把电机拆开 把海线拿出来 不要窝断 把刚才拧的螺丝都上回去 我们把电机焊回去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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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触电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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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附近没处理 我们把触电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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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把触电处理一下 我们把触电处理一下 再来一些 把皮带从下面绕过去 皮带挂在电机上 我用的是0.7 我们把触电处理一下 先来测试一下 看准处理一下 看准处点斜挂上去 皮带有没有跳 仔细看这个位置 看有没有跳 如果不跳 它就没有问题 就可以放磁带测试一下 然后 然后不要让皮带拧着 在它运行的时候 再刮一遍槽 再刮一遍槽 让它工作 还是有脏东西的 拿棉棒 蘸酒精清洗主导轴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手来感觉 主导轴上有没有异物 如果有异物的话 就会 你的棉签就会一跳一跳 手里能感觉到 这个衣物是必须刮去的 不刮去的话 一个是它会颤音 另一个是磁带会压坏 811唯一的火车 就可以插3.5耳机了 808的话 必须得用一个转换器 看是哪儿的问题 看是哪儿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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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把 我们需要把正极再处理一下 正极是两个点 这个片上有两个点是跟这个黄片接触的 把这两个点要一个上一个下 最新款的是只有一个点 只有一个上点没有下点 我们要把上下点刮干净 可以把这个往外掰一下 接触会更好一些 等了回位以后 我们要把正极取下来 正极取出来 它这个腐蚀的比较厉害 看见外边腐蚀的不厉害 当然里边接触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也洗一下 切记停机以后 再取电池归位了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拿刀片刮一下 上位置也要刮一下 我们拿刀片刮一下 可以再把腹肌拿上 腹肌总体来说腐蚀的还是比较厉害 刀片刮一下 测试一下 按正级的时候 排线要轻轻的掰起来 不要使满劲 好 我们再测试一下 以前要把咱刚才咱们 有松香的地方擦一下 我们装盖子 装盖子的时候 小心这一个收音机调节 调节按钮 它是带自回味的 索尼里边做了个自回味 把这个定位按回去 这就卡住了 按原路把电池装回去 我们来看一下 收音机按钮装备装到位 这是装到位了 但它的FM是上不到108的 它最高90 这是日亚拍回来的日版机器 咱们需要转换一下 首先收音机打开 它的收音机 因为是日版回来的 它收音机值76到90 上不到108 咱们好多电台都是105.6 107.7 上不去 这个的话需要转换成 咱们国家的知识 是 它的收音机 因为是日版回来的 它收音机值76到90 上不到108 咱们好多电台都是105.6 107.7 上不去 这个的话需要转换成 咱们国家的知识 是先关机关机的状态下 按住这个确定键 一直按住 然后按收音机的开 按一下 然后咱们 左右选 选 选的EUR 然后按这个确定 按一下 就是可以上到108了 这个就是811最简便的一个更换皮带的方式 换完皮带更换调频的频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换的皮带正不正确 因为只有换正确的皮带才不需要调节 你的转速 找一下转件 1000赫兹 没问题 所以说皮带是正确的 对折99 我选用的是0.7的宽 也可以选择0.6的 但是 国产皮带的话 我建议选择粗一些的 因为粗一些的弹性会比细的要强一些 耐用程度会高一些 好了 等一下 好了 我建议选择 我建议选择 好 感谢观看